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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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这里突然网络网络断开然后马上重开了我不知道咋回事我这网络显示挺好的呀 啊什么广告怎么还有广告了 大家刷新一下 好了吗 那我不用管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突然断掉了然后 不过现在我已经又打开了 挺好的 可是我没有收广告费 刚才有广告 哎呀无所谓了 那小事情 为什么还是这首歌 啊我想告诉大家就是我肺炎也好的差不多了 你看我现在说话都没有咳嗽了 我之前认为像肺炎什么的应该就是输液一周我查了很多资料也问了很多朋友 就说反正一周左右就好了吧差不多 结果 就是跟自己的精神状态呀还有自己的压力或者是自己的心情也会有一些影响 就断断续续它持续了好久 所以我觉得现在差不多但是我感觉还是有偶尔如果受冷了还是会有一点咳嗽 嗯哼 换歌了换歌了 谢谢谢谢大家的礼物 我是准备播一会就下播因为晚上不是还有一个跟重庆共青团一起去入场的一个活动 不是商业性质的啊 晚上就不直播了 我应该播不到多会儿 就跟你们开播看看见个面 你们这个我都看不到弹幕了 我还要用另外一个手机卡 谢谢谢谢大家的礼物 谢谢大家开放的柜头 好 程序视频好吧 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就可以是吧 感觉大梦卡到爆了 那我这个手机不错呀 我这个手机它居然带得动哎 不是现在你们大梦都把我脸挡完了 那时候我都想看上自己 想看我自己到底长胖了多少都看不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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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其实大家也知道 有的事情你越去说 反而会起反效果吧 太多了点 就是你一个个去陷入那种漩涡之中 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 那些预谋者他不就是想要 你不断的去跟随这些节奏 不断的去陷入这些漩涡 然后他们在不断的制造节奏 你就一直去纠结在其中 是吧 这不就是他们想要的效果吗 一点意义都没有 谢谢 谢谢大家的礼物 你这样不就郑重下怀了吗 你越去搭理他 他就越来劲 不过反正我是觉得大家一直都陪伴着我 还有都快都快一个月没有直播了吧 居然还有这么多蘑菇天天能够来打卡 然后还在我直播间刷屏 我觉得特别的感动也特别的温暖 谢谢大家一直支持我 晚上那个活动没必要说了 那个也不是商业性质的 我一直都说你永远叫不醒装碎的人 他们就是那些预谋者他不断的去造谣 不断的去制造一些不实的东西 那就是想你停止进步 停止向前不是吗 然后一直纠结跟他们一直纠结 然后不断的捆绑 这样 我确实觉得没有必要 不必要让他们得逞的事 不过我还是要感谢很多小伙伴 善意的提醒 因为是你们帮助了我成长 当然我也要感谢那些恶言 恶言 然后造谣 还有一些诽谤 也是让他们看清了 让我看清了这个世界 原来这么的真实 是吧 这个不过我觉得也是 一路能够跟你们见证我的成长 我觉得也是蛮开心的 反正我们会越来越好的 这是我一直都跟你们说的 开心看直播就好了 一定要让自己的心情开心 这才是他们不想看到的 是吧 现在卡吗 我觉得我现在在重庆啊 这个天气其实还好 感觉今天天气还是在照顾我 就是我前一天回来的时候 重庆是特别特别的热 然后昨天下雨了好冷 然后今天呢就是阴天不冷不热正好 看来老天也是想我开播跟你们见面的 其实我还想说就是每个人像你们在工作上或者学习上或者生活中都会遇到一些诋毁 或者是委屈 或者觉得很多挫折 但是我觉得这些事情不要被这些事情所影响 也不要被这些事情就让它一直纠缠着你 不会去感到难过啊 甚至说啊怎么办怎么办 一天都在纠结在其中 是吧 反而我觉得这个是更锻炼了你的心智啊 它会让你的心脏变得越来越强 是不是 让你的心脏变得越来越强大 到最后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没有什么可以打败你了呀 每一次的打击不都是让你变得更强大吗 我觉得大家也需要去经历这个过程嘛 因为这也是成长成长过程上必经的必经的道路了 反正大家一定要积极的面对这些负能量 然后把它化作正能量释放出来 这才是对的 而且我一直都是告诉大家 不要在网络上去攻击别人 或者是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然后就去跟风造谣 甚至甚至做一些很不好的事情 我觉得那种行为真的是价值观太不对了 无论如何我觉得都要做一个正能量的人吧 反正千万不要在网上去 就算别人再怎么不好 他再怎么诋毁或者怎么 不用去跟他们 不用去骂人 也不要去网上发泄这种东西 因为我觉得人还是要做一个善良的人比较好了 这样世界也会善意地对待你 因为我一直都是 怎么说呢 反对网络暴力的吧 因为自己一直身在其中 我也知道这种感受 所以希望大家都善意地对待每一个人 我还是觉得世界上好人多的 对不论任何事 不论任何时候都要做正确的事情 不要喷人 不要去乱骂 虽然 有可能 你不会被人发现 是吧 只是打个字啊 披个图啊 照个谣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要 不要做这样的人 很不好 是这样的 对啊 我能做的呢 就是开心地给你们直播 然后消化掉负能量 然后传递正能量 传递乐观 积极的态度给你们 因为直播我是不可能 不可能把那些不好的情绪带到直播上来的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看直播 然后一起见证我们的成长 每个人都是需要成长的 不过也特别感谢你们啊 因为我经常也会看到像超级话题啊 还有微博还有QQ群一些小伙伴会发送一些截图嘛 他就会说 哎 今天又举报了一篇造谣的文章 哎 被系统删掉了 啊 那个小伙伴也说啊 我今天也举报成功了 好开心啊 然后我看到这些 我也觉得特别的感动 你知道吗 也特别的温暖 然后我还是觉得正义的人 还有善良的人 还是偏多的 世界上 虽然每个人的力量很小 虽然我们个人的力量很小 但是呢 就像我之前看到的一个 那个耳动军的 耳动军的ID名字一样 他说愿世间的阳光 永远温暖你吧 对 做一个温暖的人就好了 这样你也会过得更开心吧 对啊 反正我是觉得 嗯 我一直都是 花了百分之一百 两百的努力 想要去让自己成长 但是他总是有 有人想要花百分之三百的力气 来让 怎么黑你 来全部身心放在你的身上 想看到你不好 那也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阻止他们 是吧 不过都会慢慢变好的 因为我们做好自己就好了 在我直播间其实很多 年龄也不是很大的 同学 或者是学生吧 不过慢慢的 你们都会长大的 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 你们会发现这个世界上什么人都有 做好自己就好了 反正大家要知道最好的方式就是自无事 我们继续好好发展 继续好好努力 做好自己是最重要的 然后一定要让自己开心 我不要被别人牵着走 是吧 我没有带声卡也没有带设备 我就只有两个手机 所以唱歌的话 应该是回到上海之后 在室内会给大家唱歌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